我們來關注這令人遺憾的消息 臺北地檢署康信罰警 就在昨天五週之後突然昏倒 那麼臺大醫院立刻是替他裝上了 葉克膜來搶救 但是由於他主動賣玻璃 到醫院之前已經沒了生命真相 家屬在昨天晚間忍痛停折使用葉克膜 而北檢得知消息也承諾會全力的協助 撫尋 救護人員推著單架火速衝進北檢罰警室 對昏倒的康信罰警進行心肺復蘇術 情況危急救護人員在罰警室 進進出出一群人七手八腳 合理將他固定在單架上 送往臺大醫院搶救 救護車一路鳴底把握救援時間 緊急將康信罰警送往醫院 到院後院方將康信罰警 裝上葉克膜續命 十一號晚間下班時間 鏡頭捕捉到北檢香月主任檢察官 陳玉萍和主任檢察官楊正雄 準備前往探視 但不幸的消息 康信罰警因為主動賣玻璃 送到醫院前 就沒有了生命跡象 家屬忍痛在十一號晚間 摘下葉克膜 這收出920萬 這個怎麼解釋啊 檢方近期大規模查扣立委行會案 北檢向來號稱天下第一署 最近面對政商名流重大刑案 罰警勤務加重 光是輪值加上專案支援 就可能需要十人職業班 據傳康信罰警勤務正常 下班時還會和同仁寒暄 看不出他的身體有出現異狀 二號傳回北檢 同仁們都相當驚訝 北檢也表示會協助處理後續事宜 記者綜合報導